2021祝福大家 Happy New Year 今的一年 送大家一个经文 约翰福音2021 愿你们平安喜乐 因为我们相信 在这一年里头 有上帝新的恩典 新的祝福 愿上帝陪伴大家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只是希望 特别的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感谢神 让我有机会 再回到美和堂来 看见诸位这样的热忱 这样的爱祝 进到这个礼拜堂来 我们就感觉 神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心中有喜乐 谢谢祝 我在两年前的 7月1号到3号 我们在这里 有一连串的特会 那个时候我们讲的 这个主题就是 从民俗引到基督 从民俗来谈基督 所以我们有一些课程 给我们的同工 在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晚上 我们要讲一个题目 那叫做 命运可信的嘛 那这个主题 可能是我们的教会 第一次在讲台上 有人讲的 因为一般基督教会 都不大讲命运的 因为这个命运 好像是一般的习俗 所以甚至我们会发现 这个习俗是不大对的 好像是迷信的 所以我们一般 都在教会里面不谈这个 如果是基督徒 谈到要去算命 要去看相 我们说不行不行不行 神会不喜悦的 因为圣经说 我们不能去算命 因为历代以来 基督徒都是这种观念 这种信仰 可是我在这里就讲了 命运可信的嘛 我们就看到有了答案 确实 命运可信的嘛 我们有一个答案 这是什么 因为古人都相信 我们的列祖列宗 他们都相信 我们都比他强嘛 为什么他们相信 因为他们有了经验 当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 到老的时候 我们回头一看 好多的事情 冥冥之中有安排 年纪大的 到最后都有这种感触 年轻的时候 我们可以人定胜天 我们大胆地可以这么说 因为靠自己的意志力 努力 我们可以创造一片天 一片天 可是到年老的时候 才知道 冥冥之中 有一位主宰者 在安排我们的人生 所以这些古人 他们留下来的经验 还有我们本身 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很多人遇到了难题 找他算命的 真的解决了 而且讲得很准 你说他是假的吗 甚至我们上网去的时候 网站里面有很多 算命的窗口 那我们进去 汉祖丁 蒙罗 有一位护理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当时候他们一年 从网路来算命的 我们收到一亿的台币 就知道说 台湾人是多么相信算命 所以很多人 他们就有了这个体验 教会一直说 这个是假的 是骗人的 可是现在 已经上网都可以算命了 所以我们就不能再说 是假的 我们要好好来 面对现实去看 后来我们有一个答案 原来算命这个事情 是圣经说的 所以今天我要继续地 把这一方面的真理 来告诉主位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来看看 如何知道人的命 今天我要告诉你 算命他们是怎么算的 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命呢 这个是内行人要讲内行话 因为这是我的本行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命呢 事实上 这就是民间的算命方法 那民间的算命方法 分成有几大类 第一类 就是学术上的研究 那学术上的研究 里面有两派的人 那这两派的人呢 第一派就是用看的 俗称叫做看向 米南话说看命啊 用看的 用看的 另外一种的 另外一派的 就是用算的 算的就不用看 看的就不用算 因为它是两门不同的学问 可是都可以在学术上可以研究的 大学可以开这门课来教的 而且现在的电脑 你看电脑能算 电脑也能看 那它怎么看呢 我们等一下会带你们来看看 电脑是可以用看的 那我们来进入里面的资料 这个学术上的研究 用看的 我们古人以前 都是用累积的经验 因为我们的历史很长 人口又众多 所以可以做很多的比较 那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经验上的累积统计 累积下来的经验的一个统计 所以我们用看人的脸 面 我们叫做面相 看你的五官五行 然后有什么气色 它就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 今年大概在什么时候 你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看你的脸 它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会知道呢 等一下我把秘密 把它揭开来了 另外就是这个手相 那一般人都知道 因为手上有很多的纹路 那些纹路在表现你的命运 所以一看就知道 很多年轻人 都知道有一点点的尝试 看你的手 那就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了 好了 那么 他一定会说让我看看 所以他哪来的 他手一摸 这个就是他看看 他就知道说 哦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在算命的这一行里面 关于看相的这一派 他们可以用摸的 那所谓的很有名的 叫做摸骨 事实上 事实上 里面还有他的秘密 不过可以这样说了 就是因为有面相 手相 摸骨等等的 这个就是用看的 那我们来看看面相呢 一定要进入状况了 那怎么样来分析呢 最主要就是看你的脸 叫做五官 三庭 然后呢 十二的公位 然后有十三个部位 这个是他的大杠 你把它背锁了 你们的内容背锁了 那你就是一个看相的人 说起来也很简单 像我以前学算命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背很多的口诀 那这些口诀呢 就是因为累积下来的经验 累积下来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这样一看 那我们看到耳朵啦 眉毛啦 眼睛啦 鼻子啦 嘴巴啦 这个叫做五官 看五官 就是这个五行 然后呢 要把它分成三庭 所以我们要背很多的这些 这个 他们的经验 所以说三庭平分 三庭三庭平分 家庆五村 我们就要背起来了 意思就是说 你这样三庭都是很均匀的 表示你吃穿都没有问题 所以一看就知道 你的生活上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古人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们把它背起来就好了 所以看下没有什么迷信 它是学术上的研究 也是一种叫做形态学 好了 我们再看看 那最主要的就是这十二个 公 这十二公 所以一看就知道 你跟兄弟的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等等的 因为它有它的位置 这个位置都要背起来的 还有十三个部位 我们中间的从头到尔 就有十三个部位 这个都有密切的关系 然后延伸出来的 有一百三十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都要代表一些事情 我们都要背起来 所以说起来也很简单 一百三十个吧 我们年轻人不到两个 不到两个小时 我们就背锁了 所以你们就可以出塞啊 就对了 不过还要经验 经验什么 要看这个榴莲的部位 所谓的榴莲的部位说 看相的一定要问你几岁 他一定会先问 因为你没有说你的岁数 他会说错了 当你一说你的岁数 我就记得 我就背这个 因为你的树木子 就是你的岁数的地方 我一看 你告诉我 你今年二十八岁 那我就看二十八岁的位置 然后就对照那个一百三十个位 然后就知道了 反映出来的 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都是我们古人传下来的 到了最近英国人 也发现了 原来面相 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电脑 可以扫描 所以电脑现在可以看一下 好厉害 所以他发现就在脸上 有七百多种的 这个遗传的病 都写在脸上 你相信吗 电脑分析出来了 他现在已经发现有三十几种 而且这个准确率相当高 里面有十种的遗传病 准确率到九十几个% 所以就知道 电脑现在都可以看相 所以面相这个 是学术上的 可以不断地去研究它 可是悲哀的事情产生了 因为现在有化妆术 有整容术 所以我们这一行 绕回来 所以那个庐山真面目 看不到 因为现在都是 人工的布置布置 我常常讲 布置布置 所以化妆很漂亮 所以你就很难看见它的真相 所以这一行要改行了 然后现在看手相 手相好一点 改的比较少 除非你把它砍掉吧 所以这个手相那就很简单 因为它有主要的几个纹路 你把它背起来 还有几个八卦的弓 你把它记起来 就知道说大概在哪一方面 厚一点 薄一点 颜色是怎么样 有什么纹路 特别是纹路 纹路是最主要的 我们来看看 这些纹路 因为你这些纹路在什么地方 就有什么事情发生 而且在这个八卦里面的哪一个方位 也可以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都是学术上的研究 最近英国人非常喜欢 他就发现说当一个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要上幼稚园 然后你把它 按照它里面的才能 我们所谓的恩赐 天赋的条件 那可以把它分组 他是用这个 他的男孩子 记起左手来 女孩子记起右手来 做什么 要看看 食指跟无名指 哪一只比较长 你看看我的哪一只比较长 无名指我长得很多 对不对 那你们看看你们哪一只比较长 然后就把这个食指比较长的 换在一边 这个无名指比较长的 换在一边 你知道为什么 因财施教 从小就开始分 如果是食指比较长的 他对文学这方面 背东西这方面 就比较强 所以他就去考文学这一方面的 文的这一方面的 如果是这个无名指比较长的 那这个数学这个观念比较强 而且逻辑 很强 所以去读理科的 那就没有错了 那你先看看 然后你学了 回去就可以给你孙子看看 因为英国人 他们现在在做啦 所以英才失教 你从小 你就按照他的兴趣 按照他的恩赐 来教导他 当然以后就辉煩成就了 他们一有了一个统计 你看看这个无名指 这个小指头 小指头 这个小指头呢 有三节嘛 那看看哪一节比较长 哪一节比较短 他们也做了统计 所以这些资料 你把它背下来 你就会看所向啦 这个是告诉我们说 比较短的 这个是告诉我们比较长的 那会有什么结果 他们统计的结果就发现说 是真的 就是这样 那你说 看相是骗人的吗 很有科学的根据 好 现在我带你进入电脑 那么电脑呢 它可以算命啦 老兄 电脑可以算命啦 你把那个手掌 你换在那个scanner上面 扫描机上面 咔咔咔 那么就有一张这个手印出来了吧 有一只感应笔 接到电脑上 在这个纸上 这个纹路上这样画一画画一画 电脑啊 它就可以打出来了 可以列出八项 你的健康情形 你的这个理财方面 你的感情 婚姻等等的 把它列出来 还有一个总论 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让你去认识你自己 最难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 电脑会帮我们的忙 来认识自己 所以它说掌纹分析 那这个学术上的研究 你就不能说它是mission 那这一派的人 这个用看的 那么用算的呢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出生年夜日 我们所谓四柱八子 年 夜 日 食 那用这四个转换做一个公式 那个公式叫做八子 然后呢 借着这个八子的阴阳五行 的相生相科 那就可以略推你的一生的情况 它是一个学问 一个学问 所以我们早期呢 我们没有电脑可以算 所以我们在手上算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 那个仙人 他在那个山洞里面 他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因为呢 里面呢 心来 来潮 他有一个感动 他就马上就想到说 嗯 掐 掐指一算 当当当 呀 我的徒弟 遇到患难 所以本山人要下山去救他了 那为什么要掐指一算呢 因为以前没有电脑 就在手上算 真的就在这里算 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现在有了电脑 因为电脑可以分析 然后呢 我们算好了 我们就可以照命书 写流年 把你每一年要遇到的事情 都写下来了 有根有据 我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出生的时候 我的父亲 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的 来给我排八字 算我的一生 不算还好 一算 把我爸爸吓坏了 因为排出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孩子 跟我父亲说 你这个孩子很难养他 他是一个大克星 怎么克法呢 会克胸克地 克父克谋 哇 不得了 跟他在一起的人 都要被他克思了 你说做父亲的会吓到吗 当然吓到了 所以就把我寄放在奶妈家 一直不敢把我带回家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就没有童年的快乐 你知道吗 算命的 会给人家带来的厄运 让我的童年 一直都被歧视着 可是到最后真的应验 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死了 到最后爸爸也死了 你说吓人不吓人 所以算命这一行的 它可以造八字 按照这个八字可以写下来 可以造一个命书 好了 那一般我们在台湾常用的 就是自威毒素 自威毒素呢 就是先有一个命盘 在我们当中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 很喜欢算命 要有这个 算这个自威毒素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电脑都可以算了 很多的电脑程式都可以算命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 我在集一些这个算命的程式 我有六十四种算命的程式 所以电脑是可以算命的 像这个自威毒素 然后呢 就把你的主星换进去 把你的这个 这个护星换进去 成为一个命盘 然后就看见这个命盘 我就可以知道 你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这个命盘呢 你写下来了 现在有根有据啊 按照这样类推 可是以前我们就用这四个锁出头 这个就是命公 为什么会在这里算 因为这个正好就是这个命公 十二个 从这里算 子仇云毛 神是五味 心有戏害 我们这样算 这样算 就是这个 所以以前不能运出来 运出来 大家学去 那我就没有工作了 古人都是嘛 要留一些秘方 哎呀 秘起来 秘方做什么呢 只交给我的徒弟 叫做口传的 不能够外传 只有传给自己的徒弟 所以呢 他把他的经验 你就把它记起来 这样就对了 就在这里算 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个这个这个都是这个紫围读书的这个命公 昨天我谈到了 姓名学 也成为台湾的算命的一个方法 早期 姓名不能算命 是八字可以算命 算好了 知道你缺少 这个五行之中的某一种 金木水糊涂嘛 看你缺少什么 然后起一个名字来补你 那现在台湾 因为应了日本的关系 姓名学 台湾现在的姓名学 那个根基是从日本算过来的 然后现在发展成为台湾特殊的算命的方法 现在一二十种的这样子算命的 用姓名学可以算命的 那这个最 最简单的 这个姓名的一个算命 然后姓名学一定要根基 早期的 就是八字 先把它列出来 然后呢 姓名是在旁边 把它补助 这个是早期的算命的原则 OK好了 所以在这个学术上的研究 我们就不能说它是迷信 那为什么会说迷信呢 是因为相信这一个算命的方法 你完全把一生的幸福寄往它 你这个人迷信 算命本身没有迷信 懂了吗 我说算命之 我没有迷信 因为我知道我要赚你多少钱 我心里有数 我要讲几句话 我心里有数 看人说人话 他说要看什么人 我都讲什么话 可是我有一些根本要讲的 因为命学里面根本的资料 可是我会顺着你的需要 在加添或者减少 那就达到了我要算命的目的了 好了 那迷信是什么迷信 是你迷 因为他已经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你还一直问他 是他不知道的 可是他不能说我不知道 所以他说 硬掰了 那怎么办 那你又相信他 那当然你是迷信 是相信算命的人 那个人迷信 算命本身没有迷信 它是一个学问 要记得 所以基督徒不要批评人家 说算命都是迷信的 这样不公道 也可以说是外行人 外行人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谈一等第二个 江湖的骗术 基督徒为什么说 我们不要去找算命的 因为往往去找的 就是这些江湖的骗术 那真的是骗人的 那江湖的骗术呢 有一种叫做用盖的 这些盖的是台湾人才有说 说用盖 盖仙 吹牛 乱盖 让你 很会盖 年轻人说这句话吗 说了嘛 他说他很会盖 就是 这个盖 很会讲话就对了 那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的 看看 那个叫做骗的 真的是用骗的 我现在来解释 那这一派的人 这一派 我们来看看江湖的骗术 用盖的 我现在讲一个例子 给你们听就晓得了 有一年我到了这个 泰国的曼谷 那为什么我要去呢 因为曼谷的这些台商的学会 有一年跟教会合作 就请我到他们的台商学会去演讲 那租了一个 在曼谷有一个大旅馆 叫做No Motel 很大的一个旅馆 那他们楼下呢 有那个会议室 提供给商人开会的地方 所以这个台商呢 他们就邀请这些华侨 来听从美国来的 一个算命先生 要来这里演讲 真的是客满 你知道吗 我到处去演讲 如果是买票 入常的都客满 像我们这里不需要买票 还有空位 所以若是说要买票 那当然人就很多人来了 结果就客满了 他们来的时候先吃一餐 然后再听我演讲 当我演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人来了 那我看他的长相 他没有赶上 我们吃饭的时间 没有赶上我演讲的时间 是我讲完了才到 他到的时候 他一直在道歉 说他找不到地方 找不到地方 因为很早就要来 就找不到地方 所以这个 现在才找到 很抱歉很抱歉 他就递给我这一张棉片 第一个 这张棉片 你看这张棉片 当然他的名字 他的隐私 我就把它盖起来 他是古代 议策技术研究会 的护会长 抢不抢 看名片是很抢 而且这张名片 是烫金的 哇 不得了 一般我们的名片 白的就好了 他要烫金的 我一看不得了 什么 广西的某一个地方 哇 厉害厉害 然后呢 我说你今天找我干什么呢 他说 老师啊 我今天想要来 拜师学艺 我说你为什么 要来拜师呢 因为我们是同行的呢 你为什么来拜师学艺呢 你知道吗 他这个名片的后面 印什么 印这些 他是无私的奉献 给各界人士 然后你看看 哇 不得了 看他的经历 是不得了的 我一看 我说啊 既然你那么强啊 你看他强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 手相 什么 手脚的 手小相 这个专家 专家 还有什么 官手 还有什么 魔脚 都知道你什么病 哇 厉害 跟他神仙一样 我说好强哦 你那么强啊 你还找我 他说 因为你太出名了 你从美国出名到这里来 而且呢 你看看我们的世界日报 我们在泰国也有世界日报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 然后呢 他有四分之一版的 做广告 为了这一次的演讲 他就做了一个广告 所以他拿了 这个广告来了 他说 我要来拜师 为什么你那么出名 从美国出名到这里来 所以我一直在这个 这个 曼谷一直没有 不能出名 所以是不是可以教导他 我就问他 他说你先告诉我 你的老师是谁 他就讲了一个名字 然后就一直看着我 我就看着他 我就知道 他说了这个名字 看见我 看他 他就说 老师你认识他吗 我都还没有说他为徒啊 他就叫我老师了 然后呢 他问我说 你认识他吗 我说这个名字 我听过 我第二个就问他了 他用什么方式来教导你的 他不好意思的 然后就跟我说 他是韩硕的 韩硕知道吗 我就问他说 他有几年的时间 他说一年半的时间 我说 我说啊 你连老师都没有见过 你用这个名片来骗人 上了一年半的 韩硕客 他就说他 你看看 他这个什么 中和江西福建 各蒙派 你看 不得了了 所以我就发现说 在人间就有这样的欺骗的 到处都有 他随了几个月 然后呢 有了一些口诀 算命的口诀 然后他就可以走江湖 哪一个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 哪一个 一个牌子 或者哪一个 旗子 到处走 一个人 一个人走江湖的 当然他讲的 也有几分的 准确 因为他已经背了一些口诀 看见什么样的人 什么事情 他就可以念出来了 讲的也有一点道理 可是呢 他最主要的是 虎口 赚钱 是骗人的 这个是单人走江湖的 可是台湾更严重的 是社管 专门在骗人的 那这个管跟管之间 他们都有通 而且跟黑社会的人 联合在一起 台湾的一个节目 电视的节目叫做 辨色龙 台湾的这个辨色龙的 这个题目 有一集 专门在 社会秘密档案里面 就告诉我们算命的 这一行的秘密 他说啊 他们有十五个 这个 师兄弟 他们开馆子 然后他们收了 二十个 这个徒弟 到处也设馆子 所以你只要到 这个馆子去 他们就连线 而且跟黑社会的人 都能够有联络 因为你开馆的时候 黑社会的人 都要你保护会 他不会给你白拿的 他说我会制造一些问题 让你出名 会给你有名 那他会什么呢 他会到处散步 某一个寿命先生 好准好准 那么都是你去找他了以后 他就跟你说 你有一个节数要来 恐吓你 然后他告诉你说 我的道行 还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解决你这个困难 倘若你要得到解决 你找我的师兄 他更厉害 可是他非常有名 倘若你要找他 没有议议 是见不到他的 那你这样一说呢 那个遇到患难的那个 将要遇到患难的人 他就很紧张了 他很想要去找他 然后又先给他挂来一个名 他已经有了资料 黑社会的人马上去调查 三天以后 你正在管制 你不必开口 他就知道 你最近生意失败了 你先生有外意了 为什么 因为他资料已经给你调查好了 送来给开管的 他马上就可以知道 因为你给他议议了 所以就知道 因为这个社会的情况 就是这样 电视上是访问过了 而且这个节目做出来的 当然以后也破案了 假如你看到这个节目以后 你就知道说 真的有专门制造一个骗局 来骗人的 其实拉克 都有一些人在外面拉克的 拉克的技巧很好 当然我在这里不必教你们 你们从电视上都可以看得到 那江湖的这些骗述 有个人组江湖的 有集团诈骗的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 叫做灵界的启示 这个灵界的启示 就是这个算命先生本身 他是胡适一个神 这个就比较低级的神 因为在台湾的习俗当中 台湾拜的神 有大的 有小的 那算命这一行的 大概就比较阴的这一方面 比较小的这些神 他胡适的神 都是比较阴暗的地方 在楼梯底下 或者在地下室 阴暗的地方 不是在客厅上的神桌上 不是的 那所以呢 我们俗称叫做养小鬼 养小鬼 那么他用问的 因为他每天天未亮之前 他去忽视他 那么灵就会告诉他 说今天我会带谁来给你 那个人有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然后呢 他本身就知道了 白天那开管子啦 有人要找他 他就知道 你今天来找我是什么事情 你不必开口 他也知道 因为他有一个灵界的 会指示他 所以我用一个问的 他去问 问这个神 那个灵 我们所谓的养小鬼 那个小鬼都会去 找一些资料来给你 那另外一种 是立即的通达 你去的时候 他手 他说要看你的手向 那你手提起来 他的手碰到你的手 他一定会用他的手 碰到你的手 他里面的灵 就跑到你的身体里面 赚了一千又出来了 然后他就知道 你的事情发生了 靠灵 这是最准的算命方法 所以在我们的民间里面 你注意看 很多的相馆 他就拜了一尊神在那里 都以为 一般人都以为 那这个人会比较良善 因为他是拜神的人 不会欺骗 所以你就会更相信他了 不过倘若 他若是养小鬼的这一类 在算命的 那你去找了他 那你就知道后果是怎么了 很多的民间的 这个 我们的乡亲们 甚至你认识的人都有 一直要去找算命的 他的先生一直拦住他 他大小事情 若是没有找算命的 他就没有办法安心 一定要去找 好像有一股力量 一直拉着他去 怎么劝 也劝不了 有的是太太 有的是先生 有的是自己的儿女们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第一次去找到算命的 是通灵的 他讲得很准很准 结果那个灵就跟着你回家了 所以你有什么事情 你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 你没有去找算命的 听他几句话 你就心里很难够 你一定要去 请假荡产都要去 那你现在知道结果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有第一次的接触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记得 算命的有很多的派别 不是说不可以算命 乃是你不知道这个算命的 它是学术上的研究 还是江湖的骗书 还是通灵的 江湖的骗书 你钱花了也没事 花钱消灾嘛 小事 你找到了通灵的 那你就被爱了 因为这个灵就会跟着上来 有许多的基督徒 我演讲之后 他们就会靠近我 跟我讲他的义道的问题 他就说 他一直祷告的时候 就觉得神离开他很远很远 好像就感觉不到 到了聚会的地方 大家被圣灵充满 他一直就是没办法 因为他心里头都是 没有办法这个感应 他一直觉得神 好像离开他很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去找算命的 算命那个灵已经护在他身上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办法 热心起来 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照旧 所以都是有基督徒去找算命的 而且那个算命的很准的 我告诉你 很可能 你已经护那凉了 那么这一派的人 事实上在教会里面就很多 我们早期看旧约圣经 这些先知们就有这样的本能 我们来看扫如 他还没有当王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家里 丢了几头的驴子 找了几天找不到 心慌了 他们担心说老父亲在家一直等他 因为他出来找驴子找不到 所以现在不是担心驴子不见 是担心儿子没有回家 怎么办 所以他的仆人就跟扫如说 这里有一个神人 有什么问题去找他 他都能解决 他们就去了 你知道吗 那里圣经怎么说 他说我们要带什么 所谓现在叫做礼金 要寄给他 找算命的都要钱 当时他们要找神人 你要带钱去了 他说我们只剩下这一点点 那好吧 以后我们就去了 你知道当扫如还没有到之前的一天晚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扫如的时候 明天什么时候 有一个人要来找你 这就是我所捡写的那个人 在先知的行列里面 有记载下来的 有几个是这样的 事情还没有到 神仙感动他 原来这也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教导 灵可以借着一个人来传达 那么现在台湾有许多的算命的人 我们俗称叫做养小鬼 事实上我们在台湾都不敢讲这样的话 这个是香港新加坡 他们才说养小鬼 台湾因为对鬼 绝对不敢说鬼 你知道怎么说呢 好兄弟啊 对不对 现在是好兄弟的时刻 因为七月份 是农历七月 这是好兄弟最苍醒的时候 它最自由的时间 所以我们没有人敢说是鬼 都是说好兄弟 还讨好他 我们下一堂就是要讲好兄弟 我们怎样跟他有一个联系 来知道他 他就怎么来伤害 然后我们答案就是说 如何可以胜过他 OK 那下一堂我们要讲的 那我们继续来讲呢 灵界的这样的启示 台湾不敢说养小鬼 不敢 它是有一个灵来启示他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灵界的启示 叫做一般人一看就知道了 叫做基统 基统知道吗 就是那些拜拜的时候 神明的联护身 然后他就可以说 你要问的一些问题 所以许多的民间宗教 他们就有在给人家指引人的命运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或者生意做不好 婚姻不合 儿子不孝等等的 那你先问了以后 那神明会告诉你 那神明怎么告诉你 你护在一个人的身上 让他说 所以我叫做什么 传 灵借着他把它传出来 养小鬼的呢 那个是问 因为他问他 他跟他想的不一样 所以我就用这六种来解释 就是说在算命的行列当中 有这几种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 我们先来背一背吧 关于这个灵界的 要给你们看看 台湾有很有名的摩古士 这个陈隆天 这位先生 那你看看里面的报道 就知道 这些从总统级的 各部长 政府的官员等等 很多人都去让他算过来 然后送他匾儿 他的房间里面很多的匾儿 都有总统送过他的 那这个人 明显的是养小鬼的 怎么说 因为他 那个记者去访问你以后 就知道 因为他是眼睛看不到 摸到你的手 就知道你的官印会怎么样 这很多当官的 就去找他 那么在外国呢 他们就说 这个叫做灵媒 很清楚地标出来 他是灵媒 在我们的台湾 他没有这么说 所以往往我们会受骗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会知道我们的命运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就会受骗 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 就是说 学术上的研究 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 看的 一种是算的 对不对 好 第二 江湖的骗术 也有两派 一派是什么 盖的 一片是骗的 那么第三 迎接的启示 那有问的 有传的 我把它昏成这六大类 那这六大类呢 我们知道以后 就知道 算命这一行的 这里你看看 我在这里 就是要再一次地 让我们记起来 我们在传徽的事上 我们就有资料可以讲了 我们自己也不容易所骗 就知道了 我们要选择怎么样的道路来做 好了 那我们要继续看 那这样说起来 算命先生怎么那么厉害 可以知道人的一生呢 既然是学术上的研究 电脑都可以算出来的 那请问是谁定的 倘若没有人定的 怎么会有这条命呢 所以台湾人就在寻找 在神桌上所拜的神 有哪一位神 在决定人的命 没有 是我们的古人 给我们的教导 是老天也定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俗语 就告诉我们这个天 非常重要 事实上这个天就是第一大的那一位 因为天怎么写 你写写看 不是写一个一 下面写一个大吗 叫做天 就是第一大的那一位主宰者 原来我们的祖先 还不知道这一位到底是谁 所以我们称为天定 人的命运都是老天也定的 大家公认的 事实上就是基督教所说的 创造宇宙万物最大的那一位神 他写定人的命运 怎么知道呢 圣经明明地记载 因为圣经说做什么 好了我们赶快来看 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圣经有四段圣经 收到算命的事情 也就是因为这四段圣经 我信赖耶稣 为什么算命先生要信耶稣 因为我可以算你的命 可是我不能歹人的命 我本身是大克星 克死太多人 连教我的老师都被我克死了 那你说 谁算命有什么用 到最后 还是死路一条 我昨天晚上也给诸位看了 形象学家 专门在电视上 在讲这个星座的 很有名 也只有十年的观音 到最后都死以灰灭 知道命又有什么 让你只怕 让你只怕 所以到最后 我去自杀 然后遇见了耶稣 因为我知道 若是我没有自杀 我会克死很多人 还继续克 克不完的 结果 耶稣救了我 那为什么会信他 因为有这四段事情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会算命 是因为有一位主宰者 在决定人的命 所以我找了他 我就可以改变 这是我的发现 因为命既然他定的 我找他 我哭诉 我说为什么 我这么坏的命 我是一个大克星 所以耶稣就改变我了 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 耶稣就改变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诸位 你们安心 你们可以经常请我来 不用担心 因为我是福星 现在变成福星 在传福音的 感谢主 是耶稣的改变吗 对不对 我不但只有来这里 带来了福音给你们 世界各处 华人的地方 我都去了 只要他们有请 我就去 所以呢 去到很多的地方 把这个福气 就带到各地方去 好了 现在看看圣经怎么说的 来 我们一起来念 这段圣经 来 古人说 有一位老天爷 因为他永远存在 所以他是爷 真的是爷 而且是老天的爷 因为自有天地以来 他创造的 所以他都存在了 那他是天地的主 所以你看看 我们的老祖宗好聪明 没有圣经可以读 他就知道 有一位天地的主 所以我们的命 就是他定的 怎么知道 因为他一先定准 我们人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这就是算命 神神所说的范围嘛 你几岁的时候 会有什么财运会来 几岁的时候 你会漏财 几岁的时候 你会遇到什么事 这就讲到时间跟空间嘛 这里讲年限 第二段 第二段 我们一起来念 人的日子 对啦 因为我们的日子 被限定的 是他限定的 老天也限定的 耶稣呢 也是他管理的 让人不能越过 倘若人能够越过 那人就跟神一样了 人是神所教的 所以我们的年限 我们的夜数 我们的日子 都是他定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段 一起来念 凡事都有定时 不能参吐 可是我们可以知道 凡事都有定时 好了 年限 夜数 日子 时间 由于这位老天爷定的 只有基督教的圣经 讲算命 讲得那么清楚 哪一本经典 可以跟圣经比较 我发现了 我很惊讶 我说原来我能算命 倘若没有一位主宰者 给人定好了 我怎么算 我发现了 这个主我一定要信他 因为只要我找到 这个生命的源头 给人有命的这位主宰 就像一个工程师 设计师一样 这个机器是他设计的 这一台机器 坏了 他当然会修啊 他不会修 这不是他挖名的吧 不是他设计的吧 很简单的理论 我要信靠他 就因为这个缘故 我就认真地读圣经 所以就让我发现了 迎来这位神 就是给人有命的那一位神 而且圣经更了不起的地方 他说人的命 是什么时候定的 哎呀我更惊讶了 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 好来 你看圣经的欢意欢得很好 就是我所要的 奇数何等的众多 所以可以用算的 什么时候定的 怀孕的时候 因为我未成型的体质 你所定的日子 我未度过一日 表示什么 怀孕的那个时刻 因为一日都还没有过 而且已经定好了 是在怀孕的 所以天主教就主张说 不能够堕胎 因为怀孕已经写在车上 表示什么 命已经定了 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 人的命是天主听 老天爷定的 那个住 住就是定的意思 原来我们的古人 没有圣经可以读 可是都活在圣经启示里面 命是祝好好的 祝的 圣经所的 写在车上 因为有再奇妙 圣经这样的启示 我们就可以安心地 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 把你的生命交给祂 我们的命 我们的运 耶稣都改变了 阿们 所以就不必去找算命的 那么早期 西方的基督教老大 台湾就一直告诉我们 算命是骗人的 算命是神不高兴的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根据 生命纪 第十八章 第九节跟第十四节 这段圣经讲什么 是讲这六大派算命的当中的 第五跟第六 那些跟灵界有关的 你看看圣经这段说的 我们一起来 练它 就会记得更好 我们一起来 你不可学的行 表示说他们 很苍醒 每一个人都 都会去找算命的 好 我们来看看 第十节 他们怎么算的呢 我们来看 一定是 size 那种东西 或是有任务人 我的 vagy 我们 里面 哎 我们的神从来就不许 我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 怎么可以去找通灵的呢 你找到通灵的 那个灵控制你了 怎么办 刚才我才讲那些例子 基督徒如果是找过算命的 要好好的悔改 因为那个算命给你讲得很准的时候 就有两个情况发生 第一 表示你没有重生 因为你的生命还是在救命率里面 所以算命可以算得准 倘若 你 重生 是你的生命 算命里都算不准 那他给你算得很准 所以 你就知道说 大概你的灵命有问题 因为你去找他 本身就有问题了 第二 因为你找了他以后 他是通灵的 那神说他不惜你这样做 你就得罪了神了 不是吗 那更严重的 他的灵又来控制你 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是要悔改认罪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看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发现 倘若你意见了生命的主 因为他在决定人的命运 这个主宰 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 带属 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就能怎么样 我们就重生了 那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了 那如果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律 在管理我们了 那这三段圣经 我们都很熟悉的 所以呢 我今天来看看 来看看 好 我们一起来念他 来 耶稣回答说 哎呦 对不起 来看看 还有一节 从肉身生的 这是肉身 所以我们可以算命 因为我们的统计资料 是从肉身生的 这些统计资料 重生了以后 圣灵跟我们生了 就不在他的患愁里面 当然他这种统计资料 都用不上到你的身上 算命就不准了嘛 你说那么简单吗 所以一定要重生 一定要借着生命 那在这里又讲到什么 我们要从水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受洗 这受洗让我们的旧生命过去 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我们的罪 耶稣承担了 成为神的百姓 身份也改变了 所以灵命成神 所以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 还没有受洗 因为他在挂念的 他要拜他的左拱 他的神主牌 因为他觉得他的长辈们 还没有故事 他信了耶稣以后不能拜拜 等等的 我插了一句 我跟奉劝作为 受洗就是让你一个生命的改变 进入一个新的命运 让耶稣成为你的主 带领你的一生 我们的祖宗 我们孝顺他 我们拜他 这是我们的传承文化 做儿女的人 华人的子弟 都应该要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不断再世 他要说说他故事了 往生了 我们要服侍他 不能让他去做孤魂野鬼 因为这个是我们华人所相信的 所以七夜鬼 这七夜很多的鬼 就是因为长辈们故事了 没有子孙拜他 他才变成孤魂野鬼 这是我们的信仰 那我们一直拜我们的祖先 最主要是不让祖先去做孤魂野鬼 这是孝道行为 信耶稣你知道多好吗 受洗就是这么好 你就把祖先交给耶稣吧 我跟我们的乡亲说 我说现在时代改变了 我们的儿女 媳妇 不再拜了 所以你一直的拜你的祖先 你交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不拜了 你的媳妇根本不认识 你所拜的那些祖宗的任何一个 他怎么会诚心去拜呢 那你强人所难 一定要把这个责任 交给我们的子孙 让他为难 好吧 他勉强地接受了 请问你的孙媳妇会拜吗 所以我们就发现 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了 我们的祖先要怎么办 以后七月半的鬼会都加很多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人拜了 所以我就奉劝我们的年长的 一个决绝的办法 我们已经没办法照顾了 今天孙媳妇不跟我们顾了 交给耶稣去顾 你咋不够好 所以我们要给他 进行一个仪式 让老祖宗归依耶稣的典礼 让你交给耶稣去顾 你就安心了 你就能够先信耶稣 要不要到地嘛 不然你要奉劝哦 OK 很简单 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的圣经节 可以来证明这些 第一 罗马书十四章说 耶稣基督 祂是活人 以死人的主 对不对 好 腓立比书第二章 告诉我们说 无论天上地上地底下的 无不屈屈 口称耶稣是主 对不对 那地底下的是谁呢 这是故事的那些人 然后耶稣基督 掌有阴间跟死亡的钥匙 祂不能开吗 还有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一无寡律 我们很多的寡律 因为我们的祖先 不知道怎么办 安心 交给耶稣吧 把你的忧虑 仇环 卸下来 圣经说我们要卸给神 你说卸下来就好了吗 所以诸位连长的 今天把这个福音告诉你 别再切切 把这个福音告诉你 把这个福音告诉你 耶稣基督不断让我们重生 受洗归入教会 成为神的儿女 那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对啦 那都安心了 都变成新的 我们来看看 那这样子以后 那我们生活怎么办 有一个新的律来管理的 那个新的律呢 我们来读罗马书 来 第八章 对啦 以前算命的 是在罪跟死亡的律里面 信了耶稣以后 就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而生 你看 这是一个新的生命 当然是 就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了 我们一起来念这两句话 不在三界之外 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这叫做重生的人了 好 我现在要问你们 重生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阿们 若是你已经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的人 请举手我看看 哦 感谢主 赞免主 好 请换下来 我为你们高兴 所以呢 我就 这个 写了一个祷告文 对不起了 现在这个感应有点慢一点 好 最准 什么呢 帮我按一下吧 他说 这一堂没有打到文 他说 这一堂没有打到文 这一堂这个 好 没有吗 OK 好 多谢 那没有关系 就是说 让我们知道说 重生的人 就是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所以当然是一个重生的人 感谢赞免主 我现在呢 演讲到这里 把这个时间要交给 我们的主任末世 2021祝大家 流转结困 新年快乐 耶